中醫藥學院 你有沒有覺得很辛苦 我們都習慣了 我們有新的一天 和復活節之後 由踏入中醫藥學院那一刻 我們有授袍儀式 由院長把我們的醫師袍 授予我們身份那天開始 我們那一刻就明白到 這件衣服的重量 就不是一塊布料那麼簡單 這件事是我們每個醫師 一直明白的道理 當有自民健康受威脅的時候 我們作為醫師的時候 就應該要站出來幫忙 希望可以做更多 就是在疫情中心上 最後一刻可以做更多的 令人都要去追求 現在都要注意到 那時候開始做一些 怎能做更多的信用 做絕對的感受 黃先生你好 我是鎮釁海中醫師 我現在就和你盡量網診 你現在方便嗎 可以 我是張振凱 今年33歲 在浸會大學中醫學院畢業 目前是學院的臨床在理教授 在疫情中很感謝學校給了我機會 可以做浸大中醫抗疫醫療隊的項目 我是隊伍的副隊長 好 你可不可以新條例給我看看 手機向下一點 可以了 雖然中醫是亡聞聞切 我們現在在網診的情況下 未必能夠做到切診 即是我們打脈 但其實通過網診 通過蝕疹 其實在過程當中 都可以和病人有一個很大致的了解 他不是不想面診 但是他在被隔離的過程當中 他沒有辦法 我們通過網診的方式 起碼解決到他疑微之急 條例有點止暗 但你拖得很厚 我們今天就會開五劑的中藥給你 我們要盡快安排送藥過去給你 好嗎 好 你要加油了 OK 拜拜 拜拜 他正在移動了 有不慢 不要漏他 他陪了我們兩個幾月了 我們臨時買家 他們會把廚房交給外面 我們把廚房交給外面 廚房交給外面 廚房交給出去 倒轉了印 這個中心是故意開出來 是用來做網上預約 這幫同事來源於很有趣的地方 他們全部都是我們中醫和中藥的銷士 或者是半科同學 或者可能因為疫情的情況下 他們本身從事服務行業 美容業 或者理髮 他們停了 他們停了的時候就我們最忙了 所以我們也請他們回來 可能幫忙參與了我們這個工作 大家可能會把很多眼球放在中醫學院 但其實有一班幕後工程在後面 一直支撐我們的臨床服務 這件事是這麼大的團隊在做的 這件事就是我們藥房了 藥房其實今天星期日都不休的 我們自從2月18日開始 由院情醫療那天開始 因為病人是永遠要藥的 我們變成藥房同樣道理 都是7天無休 無假期的工程 最高峰時期這裏是說十多二十人在這裏 全地上是黏黏黏的 就算開了所有抽濕 開了所有冷氣機 但地上都是黏黏的 7盒的口罩 放下線 數貨線 數了 數了線 兩盒金花 好 別走 別走 我們做一個briefing 好 過來進 講普通話 是吧 OK 講普通話了 一次就講好 那麼 首先 我們明天就要進去了 然後進去取得的話 我稍微提醒你們一下 裡面是完全是一個危險的地方 裡面是有感染的風險 你們必須清除這個點 這次是第一次在香港特區這裏 我們用中醫師的身份去做管理病床的服務 緊張我們就還好 不過查房的時候 我最記得我有個師弟在我後面跟我說 他說 哇 查房的感覺很好 好像有一陣子風吹過來 這種經驗是一個很可能的驚喜 但同時說 原來醫院在我們這麼近 他本身都是一個骨傷的醫師 除了幫他解決這個新冠的症狀之外 還會幫外婆解決這個痛症的問題 看到外婆也很開心 他很有心機的 說很喜歡他 他又英俊又斯文 他的醫術也好 很感謝 很感激他 我最記得老人家普遍都是這樣 進來站立中心的時候 第一個血壓都一定是高的 你試想想 我們一群醫師穿著我們國家叫Dabai 說一群太空人圍著他的時候 他都挺害怕的 但我們要正去明白 原來這裡不單純只是為治療的 是舒服的 是能夠放鬆的 放心的 他們慢慢習慣了 慢慢認得我們的名字 他可能是不認得的 其實坦白說 有一次就是最近 剛剛有一個老人家出了院 就發生在前天 前天他們突然打給我們 他說在我們學校門口 原來他就拿了一塊錦旗 這隻錦旗過來的時候 我就說他是記住我們的 他是表揚我們整個團隊 為了他 為了香港抗疫的努力 去感謝我們 收工了 嗨 學校 今晚又要開會了 請回個戀情醫療中心 通常晚上幾點休息的 晚上如果不用寫計畫書 便早點 前陣子我們三四點 在學校樓到三四點 保安都認識我們 好了 我們要出去 學生都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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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壓力最大的時候 就是當我們要看一千個症的時候 你想想一天要看一千個病人 那時候壓力太大了 同事也會跟我們說他不想做了 他不想再去 因為我不需要那麼辛苦 那我除了要去看症 我又要去協調的時候 面對同事的情緒 是很明白他們那種的 身裏的難處 但是 我又不能夠跟他說 我都很辛苦 哈哈哈哈 那也都感恩的地方就是 我看著教授和老師 那邊教授是最辛苦的那個 他 就是他慢慢去開會 他把自己的東西 他全部收拾了 不是 你聊一會兒 我只是聊一會兒 他每晚都開到兩三點鐘 但是他受了很多壓力 但他到我這邊的時候 他已經把大部份的東西藏在自己的心裏 所以我跟同事說 除了我們之外 其實我看到有些同事會罵他 為何會這樣接到這個任務回來 但是我跟他說其實教授也很辛苦 他自己忍受了最大部份的東西 而到我們的時候 其實他也是笑著對著我說話的時候 我覺得其實我們都是努力去做 所以新了出來 大家喊出來的時候就沒有了 這對阿許師兄有甚麼感想 我對韓師兄是一個勞主公高 很幫我們大家做的所有流程 一個功德圓滿的 沒錯 沒錯 很大的頭 我想跟你說 四個 四個 對 三個 我們通常在這裡就習慣這些來洗手 好 你進去吧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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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 這個是第幾個步驟啊 這是最後的步驟 第六步啊 現在第七步啊 這個叫做 這裏脫出口罩之後可以做甚麼呢 聞到新鮮空氣 你想一下 在疫情初期的醫院的同事很辛苦 嗯 好了 這裏是2000塊了 這裏要脫一脫罩 有 他在病人面前 是很專業的形象的 亦都給病人很多的安全感 他在私底下 可能會比較和愛好親 就好像哥哥那樣的感覺 就是會帶著我們 亦都很關顧我們 很照顧我們 就是經常請我們吃東西 請東西吃這些是必須的 他們現在要講一些不知道某幾間高級酒店 你看後面那些 來到今天我們差不多要收場了 我亦都很感謝我們的同事 當然不捨得和他們一起七天一起上班 家人大家都沒有見 留在這裏的時間還好像家人一樣一起去做 好像打仗一樣一起一群我們叫戰友 一群戰友一起去做這件事 我不捨不得你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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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團結精神 我想其實不會失去的 團貨也不會消失的 亦都更加令到我們一群年輕醫師更加明白 原來我們香港的中醫 可以為香港做得更多事 這貨要去哪裡 你已經有在討論嗎 是啊 我們每天去德郵輪碼頭 我們站在中心的時候 經常都在想這個地方 何時變回了一個郵輪碼頭 教授答應過我們 這裡一定要降低 教授答應過我們要去郵輪 因為有一天郵輪碼頭 我們可以走到郵輪碼頭 搭船就最好了 拜拜 我站在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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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介紹一下 好 好 ESAS